匈牙利总理欧尔班16号表示 欧洲议会指控匈牙利民主倒退 而呼吁削减对布达佩斯的资金是无聊的笑话 他又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合理 有欧洲媒体报道说 欧尔班会试图阻止欧盟领导人 在秋季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欧洲议会日前表决通过决议 谴责自2010年掌权的欧尔班 破坏匈牙利的民主 并指责欧盟的不作为助长匈牙利 脱离民主的进程 认为应该扣起向布达佩斯发放的 议后复苏资金打数十亿欧元 到访塞尔维亚的欧尔班 16号于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期 出席记者会时表示 欧洲议会指责匈牙利民主倒退 而呼吁削减对布达佩斯的资金 是无聊的笑话 认为议员只是为了自娱 匈牙利不会关注 欧盟向能源巨头俄罗斯实施制裁 是历史上完全不寻常的现象 欧盟也因为这些制裁 受到严重损害 希望欧盟改变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令措施建立在更合理的基础上 武器期则表示 两国已同意在即将到来的冬季 展开进一步合作 在能源危机和通胀问题上 可以互相依靠 富华卫视综合报道